不是小孩子了 把自己嫁出去 你一天不结婚父亲就不死 不要任性 可怜天下父母心 挑来挑去的 都跟你人应该讲 你现在已经是圣女了 圣女这个词 给人的感觉就是剩下来的女人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好像25岁以后还不结婚 就是圣女了 可能会被别人说 或者被家人催 或者有些社会的压力吧 所以过年回家是压力最大的 因为全部人都会在问你 你都多大了 还没结婚呢 你年龄也不小了 他们就可能觉得 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 就是一定要结婚 那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你还在城外的感觉 以前拉的对象 那就人家已经结婚了 我个人认为我不太喜欢 人民广场的相亲讲 然后可能都是父母 然后拿了一个女儿或者儿子的介绍 然后放在那边 收入啊 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有没有房子 有没有车子 挂个招商启事 给她卖出去 是那种 中国中华儿女嘛 就是笑有微荡先 反正就不结婚 肯定是就是不笑的一种 以前我总认为 我的女儿肯定性格好嘛 人也不是长得太漂亮 一般嘛 所以到现在还是剩下来了 渴望真爱 对 我还是很渴望爱情 赶快把它解决好 打算了 你不要太残忍了 对吗 也许想要放弃 找和自己喜欢的 适合的也挺好 你说要真正找不到 也是我们老两口一个新病 可能这方面我比较自私 我想跟她说对不起 然后我希望我这样的一个状态 非常能够得到父母的认可 我就算一个人 就是幸福快乐自信的 然后好好过 后来想看到就是我说剩余 那我工作强了 现在有女强人嘛 这么一说的话 直到等到那个对的人 妈妈永远支持她 对于自己生活这件事 我是很开心的 然后很自由 我也享受一个人的状态 我女儿很美 胜利很光荣啊 独立着也应该活得很精彩的 这就是我想 她如果觉得担心的也蛮好 我们还是会尊重她的 是优秀的女孩啊 盛兰要努力啊 自信 独立 热爱生活 不错的一位女性 我会尽量那些不错的一位女性 可能一位女性 但我其实对她的反意 是不错的一位女性 感谢观看